嘿!又來到我小丑女的佩生studio 我們這次先回來講AI 這次我們就是畫什麼? 富有香港特色的偽紅燈 說之前大家記得按LIKE我 之後還有一些之前見過你的朋友 今天又剛巧讓你看到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不要說那麼多廢話了 我們馬上開始吧 首先我們去左邊按長方框 對 我們的長方框要黑色 因為底部我們要做黑色 之後去視窗塗層的位置 再多開一個塗層出來 我們原本的塗層就可以鎖掉它了 再打回香港 文字的飾養 你自己喜歡選哪個字體都可以 你自己喜好 但我們要較粗字體 因為我們要做邊框 現在太幼了 那就要去回北劃 北劃怎麼去呢 就是在視窗 然後按回北劃 就會找到的了 之後我們要回物件 按展開 再打回這兩個格子 第一次不夠 要做兩次的 再做多次展開 我們要去回視窗的位置 去路徑管理員 然後呢 我們要把所有的色塊 連合在一起 這樣呢 整個香港這兩個字 就會變粗了 那個字體 之後呢 我們要去回視窗 按色票出來 你看到呢 我本身已經選好了顏色 綠色和紅色的位置 其實選顏色有個準則 那就是呢 你看到呢 現在我有四個色粒 同一個色調 就有四個色粒 好啦 頭三個呢 就因應這個顏色的 深字淺去選的 那你見到呢 有一個呢 是特別偏白色的 那你就要記住 是那個色調 選一個偏白的顏色 就可以了 那我們之後呢 就要填香港這個 邊框顏色的位了 那都是因應你剛剛選了的 色粒 去添加些顏色 那就是我們都是 Copy and Paste Copy 回四個香港出來 因為我們有四個顏色 那我們添加完顏色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要 選擇邊框的粗幼了 我們最深的顏色呢 就是要最粗的 那之後 以此類推 你看回我選擇 每個邊框的粗幼都會不同的 那因為呢 最淺色這個呢 看到有一點點粉色這個呢 我是打算做它最光的 那個霓虹燈最光的位置 那你見到它那些光位 是不會是那麼公正的嘛 所以呢 我就會去試窗 筆畫那個位置呢 選擇它那條線 是粗幼不一的 這樣會令到整件事自然一點 那我們現在要做散出來的那些光位 那所以呢 我們選擇最粗邊框的那個香港 找回效果 按回模糊 之後就高絲模糊 那一定要拿回預示啦 我們再調回香港這兩隻字 給它9的像素 那你見到現在蒙了很多的 那另外呢 第二粗邊框的香港呢 我們都同樣要調回蒙它 但是呢 就給剛才那個 稍微清晰一點點 不用那麼蒙 對了 你看到效果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搭上去的啦 那之後呢 就拿第三個香港搭上去啦 再搭回最淺的那個上去啦 那你見到呢 現在最淺的那個呢 好像 那個對比度太高 即是我們就要調回這個透明度的啦 透明度都是去試窗啦 選擇透明度 那你就見到啦 好像有個發光的效果 那擺去黑色底呢 就更加明顯了 這個效果 那之後呢 我們就做回那個綠色圈圈了 那個動作呢 都是一樣的 所以呢 就快播給大家看 在那邊 那邊 在那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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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次呢 就說到這裡啦 記得記得 你呀 是說你呀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呀 還有如果覺得這條影片有用的話呢 記得按讚我啦 那之後呢 我們下次再見 再聊 再說啦 拜拜 拜拜 拜拜